我們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你看到簡報第26頁 簡報的第26頁 WebDuno目前有三大雲端平台 那如果你加上WebDuno Bit 它就等於四個 就有四個 那這三大平台呢 你點到簡報27頁的時候 可以看到 簡報27 它有所謂的體驗版 有模擬器 還有一個叫做雲端平台 這三個 那麼前面這兩個呢 體驗版 模擬器 不用註冊 只要進到那個網址就可以用 右手邊這個雲端平台 就需要註冊 那雲端平台呢 它是提供最完整的功能 最完整功能 但是如果你剛開始使用的時候 其實到不一定說一定要用它 你可以先用模擬器 先用體驗版 這樣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那網址我都有幫你準備在下面 那我的部落格也好 或者是因為我寫書了 寫兩本WebDuno的書 我都有特別介紹一下這個模擬器 模擬器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官方的 官方本身有一個模擬器的介紹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在這裡 我記得我有做連結 糟糕 沒有做連結 好吧 那就算了 看我自己的 好了 來 你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或者是這裡 我有兩本書是在這邊 簡報第31跟32 那不管你去哪一個 沒有關係 有沒有買書 那個都有歧視 因為我有做一個 網站 上面呢 有那個四月章節 有四月的章節 章節還滿多 第二本 一半以上都開放的 哈哈哈哈 現在瞎著就拍攤了 哈哈哈哈 然後呢 這上面就有 還有提供就是四月章節啦 範例的程式啊 那這裡 線上模擬器這一塊 我就有比較完整的去介紹 好 原來在這裡 官方的在這裡 我沒有把它連結好 好 你看一下官方的吧 等一下 這是 這個是 雲端平台的 這個這個 這是模擬器的喔 有沒有 就是你沒有設備 其實也可以用 那這個其實 對 剛開始接觸的來說 蠻好用的 是因為 你透過這樣模擬 他就比較不容易把這個東西弄壞掉嘛 先玩過的 有概念的 等到他拿到真正的東西再玩的時候就比較容易 連光敏變主都有有沒有 連溫濕度也有 你也可以模擬 火拉過去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蠻不錯的喔 所以 模擬器用最多的 應該就是我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會在網路上找到比較多的文章來介紹他 大概都是我的喔 好 這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 這裡有兩本書 如果你有興趣的 反正到網站上就可以自己先看了 OK 那我們就 開始進到我們的模擬器囉 我們先來用模擬器的試看看各位在簡報27頁 簡報27頁那 中間這個有沒有模擬器 中間中間好你把它點一下就可以直接點過去囉 27頁的中間 點過去對 你點到那個網址不用把它mark起來喔 下面就會有 點到他下面那個連結就會出來了 這樣OK嗎 喔 千萬不要太勤勞喔 我想說很平大喔 那我給你準備好喔 好 那你這樣點進來了 有沒有就長這樣子 喔 那麼 Webduno呢 他用的 這個介面 這個是 Google的叫做blockley的介面 好如果你們家有小朋友在 學校 可能有上過scratch 他現在3.0版的就是用這個 這個介面當然他還是改成scratch的那種感覺啦 可是他用的這個基礎架構是一樣的 好那你可以看到呢我們模擬器在哪裡 你看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有沒有一個房子 你把它按一下 那個房子右上角那裡 把按一下你會發現會多一個東西跑出來 有沒有一個模擬器 但是這樣還是沒看到啊 所以呢 請你來這裡 我通常會把他先放到最大 在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放到最大 這個地方 有沒有模擬器的右上角 你把他放到最大 把他放到最大之後呢 你看一下 這裡還有一個叫做元件 按下去 有沒有跑出來了 有一個元件 當你把他放到最大之後 上面的工具列會顯示出來 按一下這個元件 右手邊就會跑出他的東西來了 這樣都看到了嗎 好 那要怎麼拿來用 拖曳出來就好了 所以你看我今天要一個開發板 按著拉出來有沒有就有一台了 沒有關係 沒有錢 可以再拿一台 看你要幾台 多了怎麼辦 鍵盤上Delete 刪掉就好了 鍵盤上有Delete 把它刪掉 所以麻煩各位 我們剛剛在這裡有沒有準備幾個東西 這個 還有什麼 一顆LED燈 我的跑到下面去了 有沒有準備這個 好來 我們就一樣的 請你把這幾個拿出來喔 有沒有LED燈 有沒有麵包板 都有對不對 所以 很抱歉啦 他沒有USB線喔 模擬器不用USB的線 所以你就把這三個先拿出來 這樣可以了 好 那 你拿出來之後啊 各位 你可以先把右手邊的 就收起來 這個元件你可以再按一下 上方的這個元件 這裡再按一下 他就會收起來了 再按一下 有沒有就收起來了 好 那我現在有這個之後要怎麼接 這樣子插下去 不會通 來 我們剛剛不是說我們要準備那個杜邦線嗎 對不對 這個杜邦線啊 那他裡面哪裡有杜邦線 各位 你在這裡 因為他是向量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樣太小看不清楚 沒關係 滑鼠的滾輪往前 有沒有放大 所以這樣勢力不會變差 往後就縮小 往前就放大 往後就縮小 那如果你要平移怎麼辦 一顆一顆一顆移動 是一個方法 如果我 位置都好的 我要全部一起移動 怎麼按 在空白的地方 在這種空白的有沒有 空白去按住 一樣按住滑鼠左鍵 拖曳 有沒有全部一起移動 這樣了解了 所以如果說你的 是 就是要多個 元件一起動的 你就 在空白的地方 按一下就可以拖曳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 才能夠連線 在這邊 你看 當你滑過去 他那個街角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會亮一下 這裡 每一個這裡都有 你看這裡 有沒有 你 麵包板上面也有 這樣應該都看得清楚 好 那 不要這樣子拿進來 這樣不好 你要怎麼用 就是 滑過去 拉一條線 這樣就好了 滑過去 拉一條線 這樣就可以接起來 你還可以設定 這個 連線的顏色 因為 我們那個杜邦線 就像各位現在手上看到的 有沒有都很多不同顏色 為什麼要設不同顏色 各位有看過柯南的卡通版 對啊 炸彈有沒有 那個 撿錯這一條 就會爆炸 點另外一條不會爆炸 哈哈哈 歹徒通常都會 把它 射成比較詭異一點 有沒有 不是常規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這個是為了辨識用 所以呢 你看 你看你點到它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個顏色可以設定 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顏色可以設定 你可以自己設定 你要 哪一種 比如說像這樣顏色 我點到它 我就可以改 不同的顏色 這樣了解 好 萬一 拉錯線怎麼辦 delete 不要客氣 點到它delete 點到它delete 是不是就好了 好 做錯也可以還原喔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還原 這裡也有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錯了 你就從這邊還原就好了 這樣子就回來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delete 還沒認識 麵包板還沒認識 你就隨便亂接 來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 我先拿掉 這裡我先把它拿掉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delete 好像兩隻腳長得不太一樣 你拿一顆你自己的 這個delete 出來看一下 你拿一顆你自己的 你有沒有發現 對 有長短腳有沒有 一隻比較長 一隻比較短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對對對正負極 所以說 這個地方它模擬器 就是讓你看清楚 有沒有 這隻比較長 這隻比較短 那請問一下 哪一邊是正極 哪一邊是負極 這個 這裡 長的是正極 短的是負極 長的是正極 短的是負極 所以呢 先了解這個 因為這樣子就跟我們真正的這個是一樣的 你就看得比較清楚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麵包板 麵包板一般我們都是 以這個迷你麵包板來講 既然有迷你就有標準的嘛 就那個會比較大塊一點 好 那麵包板的話 這個迷你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簡報上面 我有稍微提到 麵包板的部分 在簡報第 42頁那 簡報的42頁 各位看到簡報42頁之後啊 我們看一下就是 麵包板 它有 中間分開 這個是儲和和界 有沒有這迷你麵包板 所以 上面 歸上面的 下面 歸下面的 是分開的 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一條電線插到 上面這一孔 那就跟我們的延長線要 這整孔都是同樣的功能 比如說我把電源接到這邊來 那下面這四孔 就有電供電 那如果我把比如說02 那個孔洞插到這邊來 那這邊下面都是02 如果我把GND插到這邊來 那就整台都是GND 就是負極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上下是不通的 好那左右也是不通的 左右也是不通的 就是只有上下通 這樣 應該就對這個麵包板會 比較有概念了吧 好那有概念的之後呢 你可以回到我們模擬器這邊來看一下 是不是長得都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我今天你看我把這一隻腳 接到這邊來 那麼 這整排 下面這四個 是不是都有跟他一樣的功能 這邊都是正極 對不對 那這裡也是一樣 如果這一條 你不一定要一定接在旁邊 你喜歡接這邊 喜歡接這邊都可以 如果呢 你覺得 這樣子 還不滿意 中間按下去 你可以自己再拉整理一點 整齊一下 有些人是比較古萌一點 一定要拉好看 對不對 好那 這個我已經接到麵包板了 那我就可以 把這個 再怎麼樣 拉過來 因為這樣接到這邊 板子還沒有接上去 其實老實講 我們這個如果你要直接接進來 我也不反對 就是不用透過麵包板 因為他可以直接插進來 但是我們先練習透過麵包板 那 現在呢 這裡的話 我就把它接到05 好不好 就正極我把它接到05 這邊 我接到這邊還是一樣 代表同一個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好看一點 我們就拉 上面一點 繞圓一點 再過來 這樣比較不會跟人家打架 好我就把它設成跟他一樣的顏色 有沒有一樣的顏色 沒關係 那負極的話 不要懷疑 反正都是接什麼 GND 負極就是這個 好我就設成一樣的顏色 這樣我們以後再辨識就會比較容易 所以麻煩各位 你自己的先接好一下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測試看看 我們順便把真的加 但是在開始之前麻煩各位養成一個好習慣 剛剛你是不是有插電了 請你先拔掉 從那個大的USB這邊 拔掉 請你先把它拔掉 原則上哪一個原則就是你要接新的東西 盡量先斷電 雖然我們LED燈不貴 一顆 如果你單買 比較貴一點 兩塊錢而已 可是如果你量買比較多 其實蠻便宜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比較貴的裝置 這樣插下去就容易壞掉 所以還是建議各位就是 先斷電 好 那 你看 要怎麼插 請你把麵包板擺橫的 擺橫的 我們剛剛講的上下 處合焊介不通嘛 那你把這個 我就跟我們的模擬器 一樣 好不好 我們模擬器 正極是不是在右手邊 所以我就把這個 右手邊 我現在有沒有擺這樣 對不對 我右邊是正極嘛 長角是正極 短角是負極 那你就把它插進去 那你要插在哪邊都沒關係 但是你在用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 因為你們這個麵包板都是新的 所以說可能 他那個 他裡面其實好像一個夾子 有一個夾 所以如果 新的這個 你這樣插下去 可能他 太緊的話 你可以找別的洞插 比如說我這樣插看看 這裡好像不太好插 我就找這一邊 這樣了解 不用勉強 好嗎 不用太大力 不然你那個腳會斷掉 你就找看看哪一個腳位 你覺得這樣插下去 像我這個可以了 有沒有 但是自己要記得 因為插下去就看不出來 正負極了 了解 你那個電源要先斷掉 再來用 對待會再用 那有沒有規定要插第一孔 沒有 你插後面也可以 就看你覺得哪一個 就是 相對來說 會比較鬆一點的 你用這樣把它 壓下去 輕輕的把它壓下去 如果壓不下去 你就換別的孔 長腳在右邊 長腳在右邊 就跟模擬器一樣 那你慢慢壓 慢慢的壓到底 這樣子 它就夾住了 OK嗎 像這樣子 那接著我們剛剛準備了兩條 公櫃公的杜邦線 對不對 各位順便認識一下 我們的杜邦線你把它翻一翻 四個面有沒有發現有一面是亮亮的 這個面亮亮的不是那個品質不良 這裡沒做到 是因為這個是要方便 就是 如果說你要用那個三用電表 去量那個有沒有通電 對不對 或算那個電阻 比較方便 所以通常我這個會朝外面 就是比如說像我 這邊來講 當然你現在沒有做煤叉 我就插在同一個 我是不是這個亮亮朝我自己 以後再用三用電表比較好用 有沒有這樣就放下去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你就選 因為各的都是不同顏色 公對公的就是兩邊都是尖的 你找這個兩邊都是尖尖的 這叫公對公的 最後就把它放下去 這樣 這樣這個就OK囉 那麼 在麵包板上的好了之後 我們這兩條 我右手邊這條是正極 對不對 右手邊 跟我們這邊是不是一樣 所以我的正極 正極是不是接到開發板上的05 記得在檢查一下你的開發板有沒有斷電喔 先斷電 好所以我把開發板拿出來 一樣我把亮亮的這一面 你看一下我把亮亮的這一面我就朝外面有沒有 05插下去 好另外一條 我的是綠色的 這是負極 剛好都在同一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最下面這個叫GND GND 這樣可以嗎 最下面這個GND 放進去 這樣子有沒有模擬器跟我們針的就一樣了 就接好了 如果你確定接好了你就可以插電了 好那你一樣會看到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他會先亮紅色 接著 亮完了洗面再亮一下綠色 好最後就是洗面的狀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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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